上午十点就要登场的马苏惠 马总统跟民党主席苏贞昌 即将就要在总统府这边 针对核四问题来寻求共事 解决争端 好 目前在总统府这边的最硬状况 赶快联系给记者王佑正告诉大家 佑正 好 总统主席的马苏惠 在现在这个时候已经要正式登场了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这个民党主席苏贞昌 提前一步 现在引导了总统府的勤听 也就是马总统平时接见外宾的这个厅堂 现在呢 已经就位在等候马总统到场了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一次的马苏惠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因为是总统任内 第一次有在野党 也就是民进党的主席 寄到总统府里面 和马总统面对面来会谈 那么上一次呢 马总统和在野党主席蔡英文 前主席见面是在四年前的同一天 4月25号 当时是针对ECFA来进行相关的辩论 不过这一次呢 就争议更大了 因为呢 马总统和苏主席 最主要是要针对 由这个前民党主席林毅雄 发起的进食反核四运动 所引发的国内政坛震荡 以及朝野对立 那么其实呢 在双方原本都不愿意退步 达不成共识的前提之下呢 这对话看来是没有意义的 不过在昨天 国民党的党横大会 特别遗失到了党中央 并且是用习近平院长江一华 以及立法院的副院长洪秀柱来亲自主持 那么尽管马总统仍没有在现场 因为林英雄说 这个核四的争议并不是总统职权 为了避免呢 外界有这个想象空间 因此马总统是特别取消的行程 但他全程依旧呢是透过电话 和洪秀柱保持联系 了解党团大会的相关状况 那么最终呢 采取了立委林玉芳的这个决议呢 是要把核四先暂时的盖完封存 并且呢 不会运转也不做热机测试 而昨天通过画面我们看到呢 这个副总统吴定义 也进到现场震撼呢 民进党主席苏文昌 以及他的幕僚呢 一一的握手寒暄 那么这场这个马苏会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受到瞩目 因为呢国民党尽管是做出了相关的 一个退让 我们可以解读是释出了善意 递出了橄榄枝 希望能够把这个核四 从所谓的火药库移到冷冻库 暂时搁置这样的争议 但是民党却认为呢 其实这样的状况等于只是拖延战 所以马苏会今天能不能有 更进一步的讨论 外界相当的关注 那现在我们知道呢 总统已经历临现场 和苏文昌握手寒暄 拖镜头难堪现场的最新画面 好 来 下座 请坐 好 下座 是 巴掌好 我们要先拍手维障 好 先拍 一起 对不起 对 坐着来 好 安静一起 不不不 不 可以去 衣服住关领 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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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接力 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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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表达 欢迎苏主席到总统府来 我们朝野共商国事 4月21号 您去拜访江院长之后 也表达了 希望能够跟我会面 会商 那么我们 结果我们昨天觉得 主动来邀您过来 就相关的问题 来交换意见 我们今天首先呢 对您表达热烈的欢迎 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 您有哪些问题 需要来跟我们共同的商议 我首先谢谢总统的邀请 能有这个机会 如总统所说 朝野共商国事 确实是民众的期待 如果能够得到完满的结果 让国家能够往前进 让社会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免于动乱 我想也是国家之福 全民的期待 所以今天我特别来 那其实这种事情 本来不必打扰总统 那不客气 因为照宪法的规定 宪政的知识 这个本来是行政院 跟立法院就可以解决 庭建何时 那如果我找了行政院长 如您所说 但是行政院长 好像没有办法做决定 而且他甚至连谈都没有办法谈 他就只有一再的从物说 他会紧述的如实的报告总统 所以看起来没有办法 由行政院长做决定 而现在立法院 国民党的立委是多数 但是在贵党党纪的耶稣下 好像这些立委纵算有意见 也不能反映民意 所以所有的问题 看起来就在主席您 也在作为提名行政院长的总统您 所以您才是关键人 您就是掌权的人 所以我特别来向掌权的人来请议 也是来会商 看能不能借着今天您乾坤一段 让这件事情能够三十年的纷争 嘎懒而止 也让国家整个能够往前见 让社会的期待能够落实 马上来进行 我相信这是最大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也是让朝野合作的第一步 朝野合作往前进来开始 我们忠心期盼 如果总统能乾坤一段 我们全力支持 那相信化解国家的危机 是国家领导人的责任 所以今天我相信 总统必定能这么大的诚意 邀请我来 那我忠心期待 所以我就非常期盼 总统能把已经三十年争执的核四 能够戈然而止 让他行建 如果总统真的有自爱 有难处 那就让民意来决定 降低公投的门槛 让用公投来决定这件事 这是我今天来的任意 也请总统指教 如果有哪些地方 在野党能够做到的 我们多愿意敬礼 好的 非常谢谢您这么坦诚地把您的来意说得非常清楚 我首先也要说明就是江院长在21号跟您会谈过之后 又跟我来说明 因为这个苏主席应该了解 只有1997年我们修宪之后 我国的政体就成为政治制度 政府的制度 就是所谓的双手掌制 我跟江院长在这方面 都是共享资讯 共同做决定 其次您刚刚说 这个决定可以由行政院来做 经过立法院同意就可以实施 这个状况我相信您都该记得 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发生过 当时您的前任张俊雄院长就在2000年的10月27号做了决定 结果这个决定一做 股市就连跌三个月 从6400多点跌到4600多点 一直到大法官释现之后 认为行政院的决定有瑕疵 才经过立法院决定恢复核四的新建 我想这个记忆犹新虽然是经过了14年 我们实在不愿意再重蹈这个历史的复彻 第三就关于这个公投 事实上在去年的2月 江院长就在跟立法委员座谈的时候 明白地表示他不排除由立法院来依据公投法16条 把这个议题交付公投 立法院也做好了这个案子 后来在立法院讨论的时候 对于核四安检什么时候完成还不确定 所以有委员说是不是等安检完成之后再来做决定 所以这个脉络是非常的清楚 那么苏主席大概也了解 昨天我们立法院的党团 开了党团大会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们这个党团大会 本来就是为了今天在立法院开院会的时候 贵党所提出来的核四公投特别条例 要禁服二读 那么他们昨天决定 第一个他们不赞成禁服二读 应该交付委员会审查 第二对于核四这个议题 他们认为核四应该在完工 并且完成安全检查之后 要放置燃料棒之前 要经过公投来决定 他这个决定也就是表示说 核四完工并且完成安全之后 暂时不运转 将来要放置燃料棒要运转之前 要经过公投来决定 这个决定跟我4月23号探访林毅雄主席的时候 我送了一个卡片给他 上面就是这样写的 大意就是如此 核四经过国内外专家安检完成后 那么由交付全民公投来决定核四的未来 我们的这样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方向 跟我们原来的想法是一致的 朱子熹非常了解 核四这个议题确实是30年了 林毅雄先生主张核四公投也有20年了 他当年在台湾全台苦行希望公投 没有得到社会那么正面的回应 可是当我们去年2月提出核四公投主张的时候 贵党并不是很赞成 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些问题 我们等会再来讨论 但至少我们两党都赞成公投 所以这点应该是有共识的 那么现在您刚刚提到 你提出这个核四公投特别条例 我们也愿意在立法院不打他 让他进入这个正常的程序来进行审查 这点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说一下就禁服二毒的话 说不定又会有人批评我们程序 这个不符合程序正义原则太仓促了 甚至还会认为我们又这个钻断 这些我们都应该避免 因为这个议题太重要 您知道这个目前核四 已经这个使用的预算 已经超过2838亿 将来还会可能还需要再把这个 全部做完的话 还需要一点钱 在这过程当中 尤其是您当这个行政院长的时候 还追加了这个447亿的预算 关键话说 两党对于这个核四的兴建 都投注了不少的心力 现在的问题不是说 只是解决一个审查的问题 而是说这个到底在我们台湾的能源政策 核能政策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免于缺电之苦 所以前两天我们李前总统也说了 如果没有核电 我们会不会缺电 他两年前有人主张这个非核家园的时候 他说非核怎么非 大家对于这些人都有许多的疑虑 所以我们昨天这个决定 基本上我们府院党都赞成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议题实际上真的还需要大家好好想一想 不是只是说非核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此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问题面对面的来 摊开来谈我是非常的乐意 因为我很不容易找到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好几次重大议题 希望跟贵党商议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得到很正面的回应 今天有这个机会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好谢谢总统 首先要找商议的时候 如果像这一次这样 由秘书长打电话来 你看马上就成 过去的都不是这样 都是透过报纸媒体换话 所以那个不会成功 是当然的 再来你刚才提到李前总统 他现在不在场 那我看到李前总统 特别用脸书表示 他讲的话不是某些人为了顺自己的意 断章起意 他也表示非常的遗憾 那我想总统刚才特别引述到 昨天贵党立法院党团所做的结议 说正合你意 我也看到媒体报导 说他们最后那几个字通过的那个 其实是经过你点头的 那我想事实上的运作 我们也都很内行 知道贵党一定是这样运作 所以昨天贵党所做的这个封存 就是事实上是封存的这个结议 我们倒没有用这个字眼 没有用这个字眼 事实上就是这样 事实上也不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就是再继续把它建完 完工以后 不是 还要完成安全检查 就是完工以后 安全检查以后 不放燃料棒 暂时不放燃料棒 然后要公投再这样 是 因为我想 我还需要说明一点 因为这一次这个核能 引起社会大众强烈的关心 跟过去反核的情况 是有一种不同 我想最重要的关键 还是在三年前 日本的福岛的核灾 那个时候日本 不但遭遇到极大的损伤 比起1986年的车诺比 1979年的三里岛 都来的严重的多 那日本采取的做法 也是最激烈的 它在第一时间 就把日本54个机组的核能电厂 通通都停工或者停止运转 像三年过去了 情况如何呢 它会继续做下去吗 安倍政府明确的宣示 要恢复核能的运转 他们新成立了一个 原子力管制委员会 经过一个一个核能电厂的审查 并且跟地方政府沟通之后 来恢复它的运转 所以我不得不打断你 你如果要引述这些东西 就是我想你让我讲完 现在外面 马总统我不得不打断你 因为我想如果要正定宣导的话 现在连戏院里面 都用人民的纳税钱再放 所以总统你这一些东西 如果你要讲的这些道理 公投以前 正反双方都可以辩论 你可以演出 我只是告诉你说 现在世界的情况已经变了 世界的情况已经变了 那也倒不一定 日本的做法跟过去不一样 日本也不是这样 我去年二月才去日本 它是今年做的决定 那时候他还没有做这个决定 这是最近安倍政府内阁宣布 要恢复核电 这个不是我讲的 是报纸报导的 你就只举这么一个例子 没有没有我还有例子 我还有例子 你用一听我还可以举 我想就不必那样了 我们现在要解决台湾的核心 我知道 我就告诉你说 世界的情况不变 好 不一样了 大家应该仔细冷静思考一下 那你怎么样再走下去 而不是匆匆忙忙的做一个决定 更何况现在安检还没有做完 不匆忙了 已经三十年了 不是问题是 现在是这样好不好 那在核岛事件发生之前 并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这样 我想这是很大的不同 总统你要提那一些东西 其实外面 光政府用人民纳税钱 天天做的广告多得很 连老百姓这么生活 可是很多人还说我们做的沟通不够啊 老百姓好不容易躲到戏宴里面去看电影 想找个小确信啊 都还要听一堆这种话 那为什么这个讲的越多 反对核能电厂的人越多 为什么民意要求 立刻停建核实的越多 您也应该想想 对 但是我们检讨之后 就觉得我们可能方法还不够 没有用民众听得懂的话 大错特错 总统大错特错 连你们贵党的立法委员 你看 昨天你们的党同会议 要求立刻停建的也很多了 已经不是这样 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最后才会有这个决定 所以我是 这个决定也是个很不负责任的决定 因为 又要花钱 这个不是立刻停建 这个反正是立刻续建 而且还要再花钱 不是 再花钱让他完工 完工又要花钱 续建是一直在进行 不是立刻续建 不不不 他一直在做 而且去年立法院通过的决议 现在呢 核四的一号机 他的土木跟机电 大致都完工了 现在做检测 安全的检测 所以我们强调 安检完成之后 才会来做这个决定 所以现在还不必做 因为安检还没有完成 所以你看 还要再花多少百亿啊 去年就提出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立法院 并没有再增加预算 就被我们冻结吧 去年就提出要增加460亿 现在没有再用预算 现在并没有再增加钱啊 总统 书主席 你也编了400多亿 这追加预算呢 还希望如期如值完工 你忘了吗 总统 你看看现在的情形 所以我们面对 我也要看过去的发展 你不能忘记 你过去做决定 现在就完全忘记了 这也不好吧 总统 没有忘记 而是 有啊 你每一步都让我感觉到你在忘记啊 总统 这个今天我不是来和你吵架 我也没有跟你吵架 所以我欢迎你来啊 可是我们要讲事实 要讲道理啊 我们来寻求方法 怎么解决这一个合适 完全赞成 好 那我是这样啦 总统 您刚才说 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停建合适什么股市怎么样怎么样 就因为那样有个大法官解释啦 所以 就是行政院可以停止预算的执行 但要向立法院报告 背询 如果立法院同意了 就停止了 所以大法官解释 不但对于行政院可以做予以肯定 甚至连路途都讲出来 所以总统 如果你同意行政院立刻可以提议 我相信立法院现在一定会同意 民进党全力支持 相信七成四以上的民意 会非常高兴 也觉得总统把 沿路走来 这两党都有责任 我不否认 但我们就这么走过来 现在我们面对这个共同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解决 这没有谁对谁凑 谁该负多少责任 我们一起来解决 这是第一个方法 序列宜 如果总统你认为这样有难处 又怕有其他的影响 这也难免 绝对不可能百分之百赞成 那么我们让民意来决定 你刚才特别 我就说就用公投吗 是啊 那这个公投一定要修公投法 总统 为什么一定要修 你刚才特别提到林毅雄前主席 他以前也是说合适公投啊 不错 但林毅雄先生在明强行通过了鸟龙公投 不是我们强行通过的哦 苏主席 那个是贵党执政时候通过的哦 而且这个门槛啊 是民进党的版本 行政院的版本 台联的版本 都是两个二分之一啊 你就是喜欢玩这种 我不是喜欢玩 谁的时间 你就喜欢回避这些问题 我这样讲好不好 自从鸟龙公投法之后 不是 这个公投是在你任内通过的 不再提公投法 就不再提公投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公投 事实上 就是要让公投都不通过 经过实证六次 也通不过 可是这六次 六次的议题有问题啊 大家不觉得有争议 所以不去投票啊 不对 怎么不对呢 你看看 总统选举的投票率 就七成多 可是去公投的 却没有这么多 所以顾不了门槛了 这就是 不是门槛问题 是议题问题 这就是 所以你拿出公投 合适的话 投票率一定会很高的 所以投票率很高 就不必碰门槛的问题了 苏主席 你回忆一下 六次公投 有哪一次真正需要公投的 你看这个有合适公投 现在是这么高民意 大家都关心 对啊 那你怕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为什么怕门槛不动呢 那你们为什么要用个诈数公投 没有 没有什么诈数公投啊 我们希望用公投来解决问题 看这个议题是什么嘛 议题如果有人支持的话 投票率自然会高啊 你何必担心呢 你这么有把握 所以有这么多人 那就照顾做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当做题目不用继续新建呢 现在问题是题目 六次公投的题目 在我们公投法上 都是属于创制 而不是复决 复决的话 是一定要改变现状的 改变现状的话 当然应该用那样的方式面对 这是错 总统 刚才你要我举例 这些问题将来我们有机会 还可以讨论 但是我这要说明就是说 你要公投 关键不在门槛 关键在议题 不对 关键就在门槛 不在门槛 你看您是最高票当选总统的 七百多万票 七百多万票通不过公投 对不对 这不一样 怎么会不一样 你这个例子是举错了 我再举例 陈水本总统连任的时候 六百四十七万票当选连任 当时的公投六百五十一万票 但通过 当时六百五十一万票是门槛 不是得票率 不不 那个是投票率 不是得票率 你拿两个不同的数字做比较 是错的 我这样算给你听 我这样 我们选举人数大概一千八百万 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大概是七成五 所以得出来的投票人数是一千三百五十万 我们得的票是 这个一千三百五十万的百分之五十一 就是六百八十多万 这三个数字你不要搞混 你现在拿第二个数字跟第三个数字相比 得出来就是错误的结果 总统这样好吗 哪有 我要不要算给你看 哪有你最喜欢算这种数字 不是你讲的不对 不算给你看 你搞不清楚啊 我讲给你听 我清清楚楚 非常清楚 你还是没有搞清楚 你刚刚讲的数字 六百多万票是当前公投 一直是投票的总人数 一个是投票率 还有一个是得票率 算数就是不一样 这样好不好 总统 我们来说 如果真的要解决 你看 公投 让人民出来投 不要反动员 过去 因为你设了这个投票的门槛 所以 我只要不出去投 我就会让他不够 所以变成反动员 我在你继续讲下去之前 你不要说是我设的门槛 公投法通过是民进党执政 我在当台北市长 你在当台北县长 我们两个都没参加 我非常清楚 所以你要搞清楚 这个不是我们两个 是当时的陈水扁总统 是游锡坤院长提出来的 而且后来因为他们不同意 还复议过 复议的时候 也没有涉及到门槛问题 当时就是国民党在立法院多数 国民党强行在立法院里面 但是呢 国民党虽然是多数 不论是蔡同龙的版本 不论是民进党的版本 不论是内政部的版本 都是两个二分之一 这个会没有引起争议 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国民党 我们今天 苏主席责任不要推给国民党 四党都是这样通过的 对不对 总统 我们拿资料给你看好不好 资料我有的是 那你为什么不看呢 我们这样子好不好 总统 怎么样 今天我们来解决问题 是啊 不是在讲 沿路走来讲历史 或者在辩论 我们两个这样 不想要解决问题 不是啊 所以我建议 不搞清楚不行啊 因为你的假设有问题 我觉得总统这样好不好 我们说 如果 如果 我们愿意公投 嗯哼 就不要再去 浪费那么多钱 还要继续新建 还要建完 再来和安 都纵算和安过了 也必须公投 咱会也要公投 万也要公投 就来公投好不好 这个你要了解一点啊 我刚刚为什么要讲世界趋势 就是因为说 在这个时候做决定啊 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们希望大家想清楚 你想想看嘛 三年前发生核灾的时候 日本全国上下都要废核 可是为什么现在一个 还颇受人民支持的政府 决定要恢复核电 苏主席 这个不是偶然的 所以你是坚持要核市继续 我们我们昨天刚讲过了嘛 核市现在安检还没有完成 安检完成之后 我们暂时暂时不运转 要经过放置燃料棒 但是要不要放置 我们用公投来决定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早也要公投 晚也要公投 不一样不一样 你现在如果说 核市没有安检完成的话 一个三千多亿的工程 就报废掉了 我们觉得不是一个 爱护国家财产之道 我们现在主张的是 让它能够新建完成 完成安检 成为一个可运作的状态 但是要不要运作 由公投来决定 这个又要花好几百亿 没有 现在只是现有的预算 现有的预算是可以吧 你现有的预算 没有不能完工的 没有 所以不能完工是 核能二号机 又要时间要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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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总统我想这样 我们已经过了三十年了 你要做一个决定的话 一定要对子孙能够负责的决定 这个就是最负责的决定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不能够仓促去做决定 所以我实在是非常期待 你把核市做完 安检完成之后再做决定 那样 你自己比较合适 你这个是 这个可以辩论 到底法院来辩论嘛 第一是拖 第二是浪费钱 第三是不负责任 我们不是拖 我们是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来做 你现在 合适的时间是继续新建 新建 核市其实已经新建差不多完整 现在是检验 还早呢 去年就还要再追加460亿 检测很完 检测花的时间很多 安全第一 没有核安 没有核安 就没有核市 没有核安 就没有公投 少再来十六字增研了 因为这很重要 这是我们副副总统 特别想出来了 很重要的 原朱立伦市长都说 他是在地的首长 他对这个核市长没信心 他也认为 所以要把它做到安全啊 所以您现在讲 包括 朱立伦市长都讲得这么清楚 而且都讲 要降低公投 我们跟朱市长的看法一样呢 不一样啊 我们都是希望核安第一 我刚刚跟他面对面 核安第一 他也公开讲 核安第一 你知道 核安骗人的 为什么是骗人的 董董啊 你看看 苏联车诺比 那是 美国三里岛 那是多年纪的事情 哪一个不是有经过核安 所以 第三 他所说 影响的面积 打日本国土的8% 相当台湾84%的面积 所以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说安全很重要吗 我们承受不起啊 所以 您这样 这个 这个 苏主席 你刚刚讲这些东西啊 日本的体会应该比我们更深吧 台湾 对不对 他是受害者 还要更严重 对 他是受害者 他应该比我们体会更深吧 那他为什么还要恢复核电呢 你不敢做决定 让民主做决定 我不是不敢 因为我做决定 你就说我独裁啊 所以我希望由民众来做决定啊 我没有说你独裁 但是 我们回到日本的问题 每一个都留有痕迹 足够判断 但 您现在的意思就是 你要继续新建 不 我们把安检做完 那你说 这个律法院 不 你就是要继续新建 不不 完工 这个土木跟积电 大部分已经完工 那其他还没有啊 没有啊 你还没有完工 你那个 昨天做的决定 第一点就是要完工嘛 完工还要钱 安检嘛 对 最少去年 就要追加461 是被我们挡下来 所以没有追加 所以你还要继续追加才能完工 那是 那主要还有其他的核电 还有二号机嘛 所以还要 现在还要追加 追加 没有增加经费啊 你还要再花这些 现在没有增加经费啊 你还要再花这些 你完工一定要花钱啊 安检没有再增加经费 安检也还要钱 完工就要去 这个我到时候会请台电 请立法院告诉苏主席 到底还没有再花钱 但是 安检之后 再来做决定 我们觉得比现在做要好 完工就要去 至少手上 现在有一个可以运转的核电厂 安检又要去 以后如果还需要 恢复的话 还有机会恢复 你现在一废掉就没有机会了 总统 您现在的这个核四 是个大拼装车 现在拖到这里来 是不是拼装车 我们可以再讨论 你还要继续做就对了 是不是 苏主席 如果你对苏主席 你的印象还是停留在拼装车的阶段 总统 我觉得您应该多看一点资料 哎呀 我当过行政院长 资料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知道啊 当过行政院长 而且追加货预算 所以我特别来 跟您讲 你那个时候是支持核电继续清建啊 总统 对不对 我们现在整个路走过来 你现在一直要讲谁怎么样 都由你讲 我今天是来解决问题 我也是啊 好 那第一 我们就停了 不要再浪费那么多钱 没有再浪费钱啊 你要完工 要做交集法 你现在意思是要停止安检吗 我现在是停建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停止安检 停建 不是停止安检 我跟你讲啊 你是完工 你要停建的话 影响太大了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停建 你们上次停建 股市掉了1800点 苏主席 你希望股市这样的跌吗 所以你要继续建就对了 不是我们希望避免这些 但是能够让安检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运转吗 所以 你就是要继续建 我认为应该安检做完之后 决定要继续建 要完工后才安检 你不能逃避吧 不是 安检本身已经在进行 对啊 为什么不把它做完呢 对啊你 不是要完工吗 对都要啊 对所以要花钱继续做 现在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钱都已经花下去了吗 前面已经花 那你前面最佳的400多预算也花下去了 所以几千亿已经花下去了 花下去不能浪费啊 所以现在要继续建 要把它做完啊 所以你要继续建就对了 要把它做完啊 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放燃料棒啊 就是要继续建 放燃料棒也是整个新建合适的过程嘛 你不放燃料棒也是没有完成的 所以要回避啦 我没有回避 我每一项都面对啊 所以要继续建 对 让他把那个 把那个安检做完 那你要继续建我们就没得谈啊 不 你不是说可以用公投吗 不 所以用公投我就说 我们就现在公投啊 不 现在你刚刚讲是两个方案嘛 一个要我们立刻停建 另一个是公投嘛 对 我说立刻停建不可行 先公投啊 好那就来公投 那我们来公投 我选择第二个方案 好 你还是不赞成吗 不不不我赞成 那我们来谈公投嘛 我们一直在谈啊 但不要拖到后面嘛 蛤 你要 你现在是要立即公投 对不对 对 但我们觉得安检没有做完 还不知道他安不安全 那安检要做 就要完工 是不是这样嘛 不不不 安检没有完会有什么结果 不不不不 总统 我们想 就是你要继续做就对 你不要把我的话 过分简单 我再把我们的 昨天的决议说一次啊 合适完工 并完成安全之后 然后再安检嘛 然后再公投 再放置燃料棒之前 进行公投 决定公投的未来 对 所以完工 安检 放燃料棒 公投 之前公投决定 是不是 放燃料棒之前公投 不是之后啊 对啊 是这样 那完工就要钱嘛 要几百亿嘛 最少 不 现在在做的 那是部啊 现在在做的安检 因为法院预算根本没有通过 不要跳到安检 以前就编的 以前就编的安检预算 现在已经编了就要执行啊 不要一谈完工你就跳安检 现在完工要钱 对不对 不是完工安检都编的预算 不然怎么做呢 对完工 任何政府的施政都要钱啊 是啊 所以光完工 就要再追加四百六十亿 没有 怎么没有 那是二号机的 这个是一号机的没有问题 你不要讲这个话 就都不敢大声了 你要完工就要再追加啊 就是四百六十亿啊 所以呢 就是要花 是不是 已经在进行了 没有啊 这个被冻结了 没有 立法院冻结了 安检的部分没有问题 你又跳安检了 完工啊 完工就要花 光完工就要多花 你既然来跟我谈合适的问题啊 这个 这两个部分啊 如果我们看法有不一致的话 我们可以找这个台电 找经济部 来确定到底这个钱有没有花 但是现在回到刚刚讲的问题 第一 我们认为由行政院决定停建的方式 我们觉得是不可行的 会对社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好 那我们来立刻公投好吗 我觉得立刻公投 你要公投 你还要修改公投法 是不是 那如果要立刻公投 可以啊 现在公投法就不用啊 是不是 我们提出来你们一直在阻挡啊 我们觉得 你们喊他二十年公投 我们一起来就阻挡 不不不不 是不是 你去年有没有阻挡 这个公投法 市主席你去年有没有阻挡 这个就是鸟笼公投法嘛 鸟笼公投是你们 是这个时候通过的啊 连你们自己提案的立委都撤回去了 没有 现在 不过他不是因为公投 他是因为安检没过 那安检还没到 李清华策案就是因为安检没有完成 不是因为 现在 现在你们 门槛不是他的关键 门槛不是关键 对 我特别讲啦 总统啊 这样吧 公投 其实 是让民意来决定 合适的问题 大家沿路走来 尤其是日本湖岛核灾三年来 大家更是看到日本受灾这么惨重后 民意整个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也已经这么清楚的要求庭建合适 那现在各个公民团体也出来 昨天 在 自由广场 这个音乐界 艺文界的人士 坐在那里 他们说也不走啦 而 这些事情 如果 如果我们 这样子争论 我觉得花时间啦 也不好 也不是我来的 初衷 我很期待 总统您是掌权者 我们是在野党 我想 是不是可以请总统 这件事情 我们找个方法 就 让民意来决定 那公投前也有辩论 所以各方资料也可以理性的展现出来 不必我们两个在这里存 会存舌 那这个公投 因为过去六次公投 确实是失败的案例 那不管是哪一个党主张什么 历史自由公断 我们现在也不是在断 这些公过 而是说 确实是失败的 647万票 可以让陈水扁总统连任 700多万票 让你当选总统 我还是忍不住要说明 主席 这两个不能比较 这个公投 因为陈总统得的票 是得票率 这样的公投 公豪的得票率是多少 你知道吗 我觉得总统 比这个少啊 总统这样好不好 我们来降低公投的门槛 不是你不能把得票率跟 投票率相比 针对何事 针对何事让全民来决定 所以我这样 现在这个案子 不是要送到立法院去讨论了吗 所以在立法院讨论 就去讨论再说嘛 但是总统 是不是 不是 我说你是掌权者嘛 在立法院讨论 今天全国观众在看嘛 对啊 如果总统真的有这个诚意 也觉得可以让民意来讨论 让民意来表示 我们没有阻挡交付审查啊 但是总统 正如同你说的 刚才说的那个继续让他完工再去安检 那给拖下去啊 林毅雄就死了 不 而且事情不能解决 不是 这个 我再 若我再把话讲完 若我再把话讲完 公共政策的问题啊 我就不要跟其他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因为否则的话呢 大家就没有办法讨论下去了 我把话讲完 总统 如果何事 这么高度 大家关切 民意又这么期待 听见何事 但你觉得 不宜 由总统 有行政院这样 你觉得这样 那好 我跟江院的看法是一样的 我们找第二个方案嘛 让民意来决定 对 那民意来决定 我觉得 让朝野四个政党 提出一个案 针对这个何事 来公投 那这个案 不一定民进党要占 这个光彩 我们一点都没有这个打算 那让他 就如同里岛建设条例一样 那 让 博弈公投 一样 这个都有潜力嘛 而且还是在你直凳的时候通过的啊 那就让 他摆脱 鸟龙公投法 第二个 题目确定 就是你赞成继续新建 或者你反对继续新建 二选一 题目清清楚楚 就没有再乍出公投的问题 第三 跟选举脱公 只要条例通过你公布 立刻可以执行 那这样 我相信 没有任何政党厉害的算计 而且针对 核四公投 也不会再扯到其他方面去 非常单纯 我是想这样 那如果这样子 总统觉得 有需要做的地方 或者你对于 门槛有意见 那我们可以讨论 可以怎么样来提 那让市党 对这个提出来 那你们说 互委啦 我们 你没有当过立法委 我当过立法委 这一互委 时间就很难说了 那同样 这个条文也不过几条 我们就在立法院里边 其实政党 大家一谈就可以谈得清清楚楚 让它能够赶快完成立法 让它能够救核四 赶快戈然而止 那您就可以讲 沿路来哪一个党做什么 谁做什么 但在你的任内 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相信这是好 可不可以让我回应一下 第一 就是贵党提出 核四公投特别条例 可以四党提出 不一定要我们的党 不是 我们不愿略忍自美 我们没有一定 那第一个就是说 贵党提出来 希望大家能够来讨论 我们也都表示 只要副委 在委员会审查 自然可以讨论 但是我们今天 昨天党团决议 他们不支持 禁服二读 主要的理由呢 就是这是一个重大的议题 如果还没有讨论 就禁服二读 不符合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公投门槛要不要降低 我们的看法是 要主要的在公投法里面 规定的双二分之一的制度 在当年民国九十二年立法的时候 四党都赞成的 这个案子通过之后 行政院提出复议 他不赞成 但是他不赞成的理由 没有包括这一条 所以可见 你说鸟龙公投是我们 不是我们定的 我先把这个讲清楚 第三 就是说议题的设定 主要的是看它 是创制和复决 这个中间是有不同的 如果你定一个新的东西 你可以请民众决定 要或者不要 如果另外你要改变现状的话 只有这个是或者否 是这样子的 这点呢 在那时候公投的时候 公投委员会都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人我们以后再谈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要让朝野的共识 慢慢形成的话 我觉得至少让这个案子 在立法院能够进行审查 审查的时候 可以先开公听会 先讨论 因为一个符帽 都开了20次的公听会 这么重要的东西 重要性绝对不低于符帽协议 为什么连一次公听会都不开呢 总统这样好不好 主席我们做事要快没有错 但是如果快到忽略了程序正义的话 我相信外界也会指责 为什么这个案要程序正义 这个案不要程序正义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这不是我个人决策 是昨天党团的决定 他们最后有的决定 打听问我好不好 我说好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大家都了解 整个国会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些有假种看法 一种看法 但是最后整合出来的看法 就是今天报上 阁下看到的这个决议 这个我们都完全 跟我们原来的看法大致差不多 所以我们赞成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既然现在立法院正在开会 那我们希望说按照程序来走 这样子的话 不会引起其他的争议 阁下有什么高见 不论是关于门槛的 关于议题设定的 关于投票时间 都可以在这个审查的过程当中 一一讨论 必要的时候一一表决吗 总统 您 谈说立法院在开会 其实他们正在看阁下的态度 他们昨天就决定了 这个 他已经不看了 不会啦 我们是内行的人 所以我才会来嘛 或者我何必来这儿 那我想请总统看 这个案子 其实大家都想来表示 都希望有个机会可以表示 对核市到底是 还要不要继续去建 那您那个决定说 一定要完工后要怎么样 就是你自己 就是一定要给他完工 要继续建下去 我觉得很不好 刚好站在民意的对立面 那让民意来决定 那让公投针对这个核市 有一个条例 那你现在只是说 还要程序正义 还要去委员会绕 其实我当过立法委员 委员会 其实也可以一天就出委员会 让院会里面 加开院会 然后让他通过 如果总统一定要得 绕这么一天才叫做程序正义 那也可以 那总统也能够尽快的让他出城 那如果如果这个这个主席 如果主席主席 主席我这要强调一点 过去呢 我们有了法案送到立法院之后 不是说大家不希望赶快通过 而是呢 发言台被人给占了 你又来 那怎么办呢 你又来了 这个总统 你好像满肚子的苦水 不是 那你如果要讲 你面对的困难说出来 你平常以总统的高度 随时你可以去讲 我以总统的高度 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指挥贵党的立委 从发言台下来 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这个还能拜托 我们主席 能够多多关心这个议题 我这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动 像这种复合民意 我们不敢站在民意的对立面 你老是站在民意的对立面 然后有很多法案 不是无辜的样子 我们是这个制度的一个 不是制度 是一个制度的一个受害者 我是觉得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心平气和 既然这样子就是不要干扰意识 让他顺利的进行 按照程序一步步来 我这样子出来的结果 大家比较能够接受 同样的 如果你希望我们现在这样做个决定 一定有很多人说 你总统凭什么就做决定 为什么不经过民主的程序 是不是既然我们都希望经过公投 我觉得这也是已经了不起的共识了 你没有经过民主的程序的多的事 你还可以想换一个立法院长 还有法院都判你输了 所以这个你也不要在这里 变得你好像很尊重民主程序 我一向尊重民主程序 那个是宪法解释 331号上面说的 我想你也知道 你们过去也开出过很多党籍的 这个 包括像邱章当初怎么失去党籍的 所以我很想 苏主席 他只是不量票就失去党籍了 是不是 我特别给总统说 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 600多万票 700多万票可以当选总统 却要900多万票出来投票 一个是得票率 一个是投票率 你不要把这两个比在一起 不一样的 这不一样的 人民就觉得 600多万票 700多万票可以当选总统 投票率跟得票率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一直用两个性质不同的数字比较 完全就要进行 还要让他为几百亿 还要继续去建 这个是700多万票的人做在这 你刚刚那个比较是错误的 那我觉得 我觉得希望你不要再用 再用只有制造更多的错误 误导更多的民意 来决定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们都是在社会上 有影响力的人 讲话应该要讲正确的 要做正面的示范 人民很清楚看到 你现在人民也很清楚看到 你拿投票率跟得票率相比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人民心中只记得 只清楚的说 你现在光看数字会误导 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 这个数字是占总投票人数多少 然后得票多少 这样吧 总投票是一千八百万 我们这个 这个投票率是百分之七十五 我得票率是百分之五十一 这三个数字是不一样的 你拿这个来比是没有用的 你老是喜欢讲一些数字啊 什么 你刚刚也在讲数字啊 你刚刚也在讲数字啊 好 那我们就来讲 把公投的门槛降低 让民意能够具体的表现 不要陷入反公投 因为过去这部公投法失败的案例就是 不赞成的人只要缓动员 他就不会出来了